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青春有你和你一起看 我是小泉 钱贝婷 我是张欣 嗨 我是刘贤 嗨 我是青一文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场景又特别不一样 对 大白的来着 是一个摄影棚 我感觉我们要拍大片的时尚 对 对 六亲不认的步伐 好瘦 Hipa Girl 任务来了 任务来了 我们开开任务 小伙伴们 今天拍大片了 你们的大片道具已经在四个门盒里 请自行抽取开箱 开箱后 分别用自己的道具来一组实相造型 小伙伴们也可以互相拍照地图 做等你们的大片了 我们选完就到一起打开好吗 好 821 我这是什么呀 这是啥 我真的是最凉 你是给我跳巴雷舞吗 你看这个 你看看我这个呢 等一下 阿欣 这是什么东西 我 我觉得我又被搞了 我这是什么 我好像有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她胆都会动 坏的 来 妹妹 看镜头 看我看我看我看哦 我拍到一张很不错的 真的吗 很拽 版砖拿出精条的味道 我拍出了一张日系美衣 我感觉我每一张拍的都是表情不好 千语文来吧 看你的道具好像蛮复杂的样子 我感觉你这个要有点生活气息 至少你要叫卖一下吧 对 五块钱一只 三块钱一根 来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 美女 买菠萝吗 大葱要吗 算药吗 我们要求一下 你把它举在脸旁边可以吗 你看这个菠萝又大又圆 来 来 菠萝姐看一下这边 菠萝姐 等一下 我这个大葱我觉得有点不对 像先插在腰间 可以 是不是感觉这种 这样感觉应该好很多 是还痛风跳起来 我拍完了 我拍完了 你尝一口吗 阿妩味道好极了 不用了 你自己吃吧 我还有道具呢 我寂寞的小猪 我的猪要戴上一个面具 再来见大家了 因为她昨天确实是有一点那个 你是小猪吗 完了 那就先当一个愤怒的小猪吧 那清语文完了的话 就轮到我了 我来 我来 之后她就变得不一样了 我松了一下裙子娃 是老七 是振腰之宝 振腰之宝 振腰之宝 她把我们的小猪挣出了 感觉小猪很像活力 活力 活力妹妹 我们拍照 小钱 看我 对 要拍出她的大长腿 我告诉你们 还有我 来 看我 对 看这里 换一个姿势 来 不错 可以的 这事情由做不了的鸭子做 太棒了 柔忍太好了 把这个 我们不能惹她 不然她会拿她的小拳拳捶你生肯 我的腰 不行 可以 完 好 当我了 阿希先来这个吧 就是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叔的 那个电影叫 这个上手不太冷 对 是这样子吗 那个小孩的表情应该是很义凛吧 对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吗 那个小孩的表情应该是很义凛吧 这个 好 换一个 你好像寒香 你打开扇子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像诸葛亮 你来一个叶上海的感觉 叶上海怎么办 这样子办吧 那你再办一次保安吧 这个是我们保安大哥出场了 喂 3538 等一下过来找我 没有错 这里这个人有问题 也 看一下我们的任务 小伙伴们 大片来了 请自主选择穿搭 一起开设一组闺蜜帐 让我们秀起来 好 那我们要挑衣服 我们要挑衣服 先选衣服吧 闺蜜的话感觉这边 这边比较合适 对 但是那边的感觉像大龄闺蜜 但是这边那边 那边感觉要去参加晚宴 高级时尚的 对 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 看我们是想走平民闺蜜风 还是高级时尚风 所以有点地感觉 还想走平民闺蜜 因为我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 courtyar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女人可以使用 站着你的双手 该用了心口泼 不怕 不是 给君戟 那边 pay 你 给我们 而且老师我们平时都是比较那种粉粉嫩嫩的风格 对 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模式 突然间泡妆了 突然怎么办是吧 对 突然时间就不会 对 那我又又做 好 你要站在那边 你可以冲里边 然后大家在那肩膀看 我够不着 我主要是 低一点 你不能够 你这样 我就不能够 可是我这边脸比较好看 老师 那就你俩活动了 我们俩主动的 你听不听过说有什么肚子疼 嘴疼 腰疼 我经常说 牙疼 牙疼 头疼 腰疼 嘴疼 肩膀疼 一人疼一个地方就疼 一人疼一个地方 你疼哪 我 我疼你 他疼我 他疼我 我觉得我像他拍亲子的 我像他拍亲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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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唉唉 我美碗 全部看一下照片吧 老师 对 这个爱很重要 你俩很放弃 内 discharge 没有什么意思 这是我的点代一次 尤其佩 安明 aven 好 剪um 我们感觉差不多应该要收工了吧 我也觉得 是不是时间已经到了 主要是太迫不及待了去看清理了 对啊 好了好了 你看一下时间我们国王的手表 国王的手表 来来来 下班了下班了 去看清理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八传媒SNH48 7SENSES的 威险的 Smile 上一桌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四八传媒SNH48 7SENSES的 威险的 Fox Kiki 许佳琪 威险的Fox 好快 许佳琪 唱歌不是你的软肋了 这次一定可以的 知不知道 知道 加油 是幻觉 能追遍你的声音都呈现 他们的编舞啊 还有创意来说的话 我觉得 很棒 意境感很好 段璇这里还是要保护好膝盖啊 她膝盖已经废了 看已经这样了 哇 这伤到也太严重了吧 因为在台上是你那种事的嘛 她说 我只怕自己有点孤独 我不忌妥 怕你像我活的孤独 算不清楚 多辛苦 才能碰到处处的 叫 经红在一个都晚安 是的 我曾经错过过 落作像一个疯子 我曾经退缩 我落作 还真的有迟 我还有路要走 我忍不住 我还有路要走 我忍不住 感动 出车祸 然后坐了半年轮椅 然后 但是我那时候过得也很好 我在医院里把轮椅玩转 对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演唱会 那个老来翘的那首歌 就是老在痛苦中找快乐 你知道吗 然后有一个推轮椅 然后虽然在后台 就是疯狂地玩那个轮椅 玩得非常溜 然后就把自己吃了120度 然后我就进团了 没办法 开始狂减肥 剪到 剪了25斤 然后95斤 宝贝 我知道你会累 生命很难 但记得要勇敢 他们的歌 他们两个站在琴弦里面 我觉得 其实我很少看到孙瑞哭的 我第一次觉得就是 孙瑞这样哭起来好美 但我唱了这首歌之后呢 我就发现了好像一下子 进入到我真实内心的 就是那个乌龟壳掉了 就剩一个软啪啪的声音 虽然觉得他就讲得 非常的感人 但这个乌龟壳 软啪啪的身体 总是让人觉得挺好笑的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三哥 这也太清纯了吧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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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远都可以到达 和我一起追吧 去追吧 太阳依旧会升起 希望永远不灭心 晚安啊 亲爱的自己 大家知道擦天为什么 每次都在这家里 我也可以 天啊 这么好感动 晚安了 亲爱的自己 下载口袋48APP 参与米娜时尚助力榜 为你喜爱的训练生应援 为她争取顶级的推广 更可获得丰厚的应援奖励 你不赞 我不赞 亲二创三 何时能成团 口袋48 陪你一起 欢乐绝亲